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啊,咱们继续聊天讲故事 上文书啊,咱们聊了那个有意思的蒙古法典 就是在巴吐昏太纪主政时期召集了一次盛大的这个蒙古诸部领主的会盟 然后商定确立了这部法典,法典的名字呢,就叫做蒙古魏拉特法典 这部法典其实非常有意思,我给您介绍的那粗的不能再粗了 那有人说这法典有什么意思,那大清律还是法典的 那第一条肯定就是,大逆不到谋逆之罪,凌迟处死 哎,是您说的这意思,不过呢,这部魏拉特法典呢,它非常的细致 这一细致咯啊,您就能读出很多呀,当时的社会问题 您看啊,这部魏拉特法典,它一共啊是121条 包括这个宗教社会组织,社会经济,日常生活,民事纠纷,刑事犯罪 等等等等等等,关于这个治理社会以及民生的条款 不光如此啊,它还规定了对外防御 以及啊,这蒙古诸部起了内讧如何防治 那今天的内容啊,咱们一会儿就要聊聊这巴兔昏太级 带领着魏拉特几部,是如何抗击外来侵略的 哎,上集呢,咱们聊的既然是文化 法典的确立嘛,那自然是文化工程,文化产业 那今天呢,咱们就跨越一下,利用开头这三分钟啊 咱们把这个文化讲完了 当然是涉及到巴兔昏太级主政时期的文化 也就是啊,这巴兔昏太级在它主政时期 它创造了魏拉特蒙古的蒙古文字 我们习惯的称啊,这种文字为瓦剌文 这种文字啊,您别看是蒙古文字的一个分支 但是它可不是死文字,它至今为止还在使用 现在还在使用这种文字的就是咱们的新疆蒙古族同胞 主要呢,就是巴英国洛蒙古族自治州 如果您有机会啊,去那一块采封 您可以访问一下当地的蒙古族朋友 您看看,他们还在沿用这种文字 那么这种文字是这个巴兔昏太级主政时期被创造的 当然离不开它的支持 那么就是哪位高人哪位学者创造了它呢 这位发明创造了魏拉特文的蒙古苍结 就是咱们前边提到过的那位咱雅班蒂达 就是那位虽然没能亲自出家 但是啊,往西藏派驻了230名魏拉特部的贵族子弟 去修佛的那位大汉拜拔嘎斯的义子 这位学者呀,雅班蒂达 咱们以后还会提到 他不单是一位修行者,高层大德 他还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社会活动家 也就是因为有了他呀,前后的说和捏和山 这个强悍的瓦剌才不至于走到这个分界的地步 那咱们这个文化讲完了呀 就该聊聊这个战争的问题了 其实啊,咱们大伙都明白 费劲巴拉的巴图魂台机 为什么要创立这部法典呢 那肯定就是为了先安内 让自己人呢,先有了规矩 不至于内战,没有内耗之后啊 再攥起拳头,合起手来,移置对外 那么说这外部威胁呀 最强大的就是两股力量 一南一北 这南边啊,自然是中原王朝 不过呀,这巴图魂台机赶的时候不错 这中原王朝这会儿正是乱的时候 正是啊,这个明王清兴 中原呢,肖强四起 这会儿谁也没有心情以及能力 去顾及远在新疆 有时候像天边一样遥远的这个威拉特部 那第二个威胁来自哪呢 就是北边 北边的大毛熊 俄罗斯人 我想啊,一提到俄罗斯 一提到领土 那就又有人要说话了 自从我呀,做这个历史题材自媒体以后 我就发现,这永远是一个话题 有人是讹粉啊 他有人骂讹粉 至于我呢,一个讲述历史故事的人 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是在讲述历史故事 我总是在说呀 我在给大伙讲古代故事 我认为很多历史不能忘 但是历史就只能存在于史料、钢剑、教科书里 铭记在您的心里 我现在绝对不会有任何言论以及实际行动 去主张那些被俄国人侵占了的土地 当然了,还有这个其他列强、强抢好夺走的领土 因为没有用 我认为关于领土 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这句话 非常的软弱无力 只有现在控制才是真格的 中国、新疆往西往北 被俄国人侵占的大片土地 你现在跟他要的给你吗 绝不会 无论你用任何手段 不光如此 近代、中国北部以及黑龙江以外的土地 他也不会给你 所以说没有链的事儿 咱们不干 咱也不废那个话 不在这上边枉费喉舌 并且更不会因为这些土地去耗费人命以及财力 但是我必须要重申 历史必须铭记在心里 换到今天咱们这段书就是一句话 那如果说当年乾隆皇帝没有打下准嘎尔 没能平定回步 那那块地儿呢 他也不是华夏 那又何谈俄国人侵略呢 您说对不对 我之所以跟您莫分半天这个呀 那就是让您知道 听书听戏不为古人担心 咱别因为古人在一边骂贤街去 得嘞 几句闲篇勾开 咱们继续说着巴吐尔魂台级的武略 这蒙古魏拉特法典制定了以后啊 蒙古内部算是有了秩序 这最起码巴吐尔魂台级不用再为内部矛盾着急 但是呢 说实话在这一点上啊 这部法典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 您往后听 最起码他儿子就没遵守 要说到这个沙皇俄国的对外侵略呀 挺有意思的 他们算起来啊 应该叫做一个猴一个拴法 对外侵略不同的地方啊 有不同的办法 那有人说他们怎么在行呢 把这研究这么细 对了 因为泰米亚天天啊 琢磨的就是这个 拿这个当饭吃当事干 对于新疆的这大片土地啊 这俄国人已经惦记很久了 从这个万历三十二年 那年应该是公元的1604年开始吧 这沙皇俄国就想了很多办法 要往这一地区入侵 他们利用了什么呢 利用蒙古人的放牧习惯 天下的这个牧族啊 都是一样的 放牧呢 肯定是有冬季牧场和夏季牧场 如果按地域说呢 咱们都是在北半球 那夏天呢 牧场可能就靠北一点 冬天呢 就往回拉一拉 到冬季牧场 一到这个冬景天啊 这个北边的夏季牧场 那肯定是一个人都没有 这北边的沙俄呢 就趁这会儿工夫啊 把领土啊 往南推在这一地区啊 建立了不少的卫城 然后呢 就以这些卫城为基础啊 再向南推 等到这些蒙古人呢 再回到夏季牧场一看啊 那是驻展了俄国人了 得了 这块牧场不让你放牧了 哎 就是人家俄国人的地儿了 哎 在这种不要脸的理论下呀 他们在新疆的外围 建立了不少的城市 像什么托姆斯克 库斯尼斯克 叶尼塞斯克 还有啊 克兰斯 诺亚尔斯克 呸 这些名字真不好念 那这些地儿 您现在看呢 都是城市 那会儿其实就是无数个军事堡垒 里边有移民呢 也是为了照顾当时的这个哥斯克骑兵 为部队而服务的 那这么一来呢 就和当地的厄鲁特人 那这个矛盾就来了 那侵略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肯定就是掠夺资源 首先呢 是矿产资源和自然资源 那其次呢 就是对人民呢 征收食物税 就是有金子给金子 没金子银子 拿东西底也行 就在这个大明的重振七年的时候 那年功力是1634年 这俄国人呢 派了一支部队 就偷偷的来到了雅梅石湖附近 他们干嘛去了 因为那儿有盐 他们呀 是来偷采盐矿的 那这巴特魂台级就敏锐的发现到 实际上啊 你采盐矿不算什么 但是长此下去 这俄国人必然是在这儿会有驻军 一旦他驻了军之后啊 那别人再采盐 肯定就不行了 于是巴特魂台级就联合了 俄罗特诸部组织了一支 2000人的骑兵 给这些偷采矿岩的俄国人 来了一次骑袭 这次攻击相当的猛烈 这蒙古骑兵啊 一直把这些俄国人 打到了他们的驻军点 而塔拉和丘明把所有在外游击的俄国人 全给杀了 这就正式的拉开了这魏拉特蒙古 抗击沙俄侵略的序幕 从这开始啊 小规模的地域战争摩擦不断 都是为了牧场啊 水源呢 以及矿产 这魏拉特这边啊 几乎就没输过 有效的抵御了沙俄势力的南亲 到了这个大明从真13年 那会儿有清朝了 大清朝这边呢 应该是崇德五年 也就是公元1640年 这沙俄一方觉得老这么打下去也不是事 但是呢 对那些领土啊 他们心里又痒痒 于是就派出了一个使团 他们想啊 劝说这巴托尔魂台集 让巴托尔魂台集 带领着自己的部众 集体投诚俄罗斯 当然了 给巴托尔魂台集 个人以及家族 许了很多的愿 可是这位厄鲁特的盟主 巴托尔魂台集 对他们许的愿呢 不为所动 没因为自己的利益 出卖了自己的民族 当时俄国使团 这位共使的名字呀 叫索伊 列密佐夫 这巴托尔魂台集 就指着他的鼻子质问他 说你带着你们皇上的赏物 以及礼品来到我这儿了 给我许下了巨大财物的诺言 而另一方面 你们俄国人 军队 现在竟然还在攻打我的蜀民 所以你转告给你们的沙皇 以及带人来侵略我们 你们的将军托布尔斯克 停止向我的人民征收食物税 不再袭击和捉走吉尔吉斯人 咱们书中代言 当时的吉尔吉斯啊 是这个厄鲁特部的蜀国 这巴托尔魂台集这话 说得很清楚 你呀 不但不能再侵略我的领土 对我的人民发动战争 就连我的小弟你也不能碰 看样子呀 沙皇所带的这些礼物啊 算是打了水漂了 这事儿肯定是谈崩了 所以呢 在顺治六年前后啊 沙俄又对这个厄鲁特部 发动了几次战争 但是都是以失败告终 来了以后也没落着好 都是让这个巴托尔魂台集 带着人是一通垮抽 咱们叔叔到这儿啊 出岔子了 什么岔子呀 就是像巴托尔魂台集 这么有骨头的汉子呀 那必定是少数 那这会儿有人扛不住了 谁呀 吉尔吉斯人 这群人呢 他们感觉到啊 这个巴托尔魂台集 肯定是打不顾这强大的俄罗斯帝国 于是趴在这毡棚子里抱拽一算呢 哎 干脆我们还是投靠这俄国人比较把劳一点 于是背弃了他们的大哥 就投靠了俄国人 谁想经过连连的征战着俄国人 在这厄鲁特这边并没占到便宜 而且呢还有被打扶的趋势 不过这俄国人呢 有的是招 即便是被打扶了 打软了 他们也不会割舍自己的利益 那他们是怎么来表示被打扶了呢 他们让这个吉尔吉斯人呢 对双方纳贡 双方称臣 得 这回啊 这摇摆不定的吉尔吉斯人算是倒了没了 原来呀 弱磨叽呀 给这个俄鲁特人交功夫 弱磨叽呀 给这个俄罗斯人交这个食物税 这回可倒好 两头啊 都得进攻了 说完了这吉尔吉斯人呢 这俄鲁特人还有一个宿敌 谁呀 就是哈萨克人 这两方啊 是宿敌 那宿敌到什么程度呢 就直到今天 这蒙古人呢 在哈萨克人心里啊 都留阴影 他们为了迎来这个哈萨克斯坦的伟大复兴啊 他们有一句口号 这口号是什么呢 他们说 我们以前的敌人是蒙古人 而现在的敌人是九经 这九经啊 对他们的伤害有多大 咱们不知道 咱也没法在这儿啊 往生了八尺 那总归是不小 要不然也不至于成为社会问题 让他们认为啊 已经限制了国家的发展 成天把这事挂在嘴边上 但是我们就可以从这句话上体会到当年的蒙古人对他们的伤害有多大 让他们至今把这个最大的社会问题酗酒和当年的蒙古人都能画成等号 并且呢 这哈萨克斯坦人和整个二人呢 还有一个最大的矛盾 就是都是游牧民族 他们都需要操场 比较起来呢 这俄国人要的更多的 它是资源 所以说这双方啊 是素敌经常的快马弯刀的互相砍 那沙俄这边呢 嘴上虽然说呀 你们打你们呢 跟我们没有关系 但是他们心里实际上已经恨透了俄鲁特蒙古了 他们呀明里暗里的支持哈斯克的扬吉尔韩 把最好的沙俄武器 无论是快炮还是快枪都给了扬吉尔韩 这就让俄鲁特蒙古啊 对哈斯克人的第一次战争当中吃了大亏了 那怎么回事呢 这1643年的时候 巴托尔魂台机联合当时啊 魏拉破的总盟主 鄂尔齐尔图韩 对了 所以说您得认清楚啊 这会儿巴托尔魂台机 还不是整个俄鲁特的总盟主 只不过呢 现在的准感尔部啊 有一位强硬有本事的投人带领 一支独大而已 他们一共啊 凑了两万五千蒙古骑兵 就要偷袭这个哈斯克的扬吉尔韩 这次战争的目的没有别的 那最好能让哈斯克人王族灭了种 可是呢 就在一个山谷当中啊 种了人家的埋伏了 确实是丢人 对方迎战的 那不是一万两万 是六百人 这六百人呢 三百人堵住山口的口 另外的三百人在后口啊 一通包抄 据说杀了一万多蒙古骑兵 不过呢 我个人觉得呀 这个数字是绝不可信 这草原民族如果死了一万人的话 无论是哪个部众 那都得是伤筋动骨了 如果真是死了一万人 那就不会有九年以后 这巴托魂台级卷土重来了 那这简直就是世界战争史的奇迹 那这六百人怎么打两万五呢 首先是埋伏战 这六百哈斯克人呢 全员配置了最先进的俄国快枪 并且在山谷两侧呀 还架了无数门的俄国快炮 所以这杨吉尔韩呢 才能一战成名 绝对性的遗少胜多 这一下子呢 哈斯克人呢 把这个巴托魂台级给杀得大败 回去之后第二年 实际上 这巴托魂台级就想卷土重来 可是啊 最后思量再三 他是觉得呀 应该呀 把敌人的动向以及实力摸清楚 最后啊 再一拳中击呀 拿下哈斯克 这才有了1652年 九年以后 这巴托魂台级卷土重来 这次啊 不但呢 这个杀得哈斯克人大败 这杨吉尔韩呢 也在战争当中 被蒙古骑兵杀死了 那在这之后呢 这两方啊 虽然也有战争 但是这哈斯克人 始终被蒙古人压着打 一直也没抬起头来 也就是说 这恶国人 在哈斯克人身上 花的这堆钱呢 哎 又打了水漂了 那么说呢 人无千是好啊 花无百日红 再豪瀚的蒙古汉子 他也有去见长生天的一天 打完胜仗的第二年 1653年 这巴托魂台级 在草原上就去世了 他们家小五 僧阁就继承了他的遗志 成了这准盖尔布的新首领 那咱们的故事呢 就拉开了新的篇章 那讲到这位大汉呢 他还有分外篇 因为他媳妇呢 又是一位蒙古草原上 非常传奇的女性 那么到底有多传奇呢 明天早来 咱们明天 接着聊